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就是共机绕台 最近又开始了中国大陆的战机船舰 又在台海附近有一些演训的活动 大家都很关心 目前虽然武汉肺炎闹得那么厉害 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共军 中国的解放军的一般常态化的演训 虽然他有改 目前我从一些相关的讯息里面 一些新闻的报道 或者是我在深一步去查的中国官方的一些的消息 里面我有看到 主要是如果你注意看解放军报 就是中国军网 你看一两天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但是你长期的去看 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个解放军 他的受到了疫情有感染 因为过年之前还是有人回家过年了 所以现在也是隔离的很厉害 现在人员有些人还没有回来 或回来又要隔离14天 而且分批让他们分批回来 不要一次回来太多 这样隔离不变 所以以至于在有些的演训方面 有受到影响 因为人力不足 人力不够 然后因为中间还有隔离的一些情况 所以现在有些的演练 本来是动态的 现在变为一种静态的 静态演练 你比如说这个船应该要出去的 现在可能它不一定出去 是属于一种封闭式的 比如它的演练就变成 这个损害管控这一类的 就是船如果烧了 怎么来损害管控 这个可以在港口里面就来做的 好 我们现在来回到 这个我们的主题 就是今年开始呢 从1月23号 除夕前一天 这个飞机 供机就从巴斯海峡这边过来 然后前出到西太平洋 然后2月9号 也有一次 然后在2月10号 就是有这三次 1月23号是除夕前 2月9号是元宵节后 所以刚好把中间这十几天的过年 他把它避开了 因为还是在过年期间 然后2月10号 重要的是 这次演习 在2月9号的时候 中国的东部战区 中国的东部战区 的新闻发言人 就主动发布这个消息 是2月9号 我们的军文社也有发 我们的军文社发的稍微比较简单 东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 就讲得很直白了 他就讲得很直白 他说这个就是海空兵力的战备巡航 外面的消息都是讲到是飞机 其他还有船舰 有驱逐舰跟护卫舰 护卫舰就相当于我们的巡防舰 freegate 是海空兵力的 联合的一个战备巡航 是干嘛的 是检验战区 它是东部战区 检验战区多军种 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 这是从军事的角度的就讲得很清楚 2月10号 也是 因为才隔一天嘛 也是一样 不过这一次 他提到了在哪里演训 在台湾的东南部海域 因为他从巴士海峡这个方向 潜出到西太平洋的 也是战区多军种一体化联合演练 但有一个 他加了一点政治上的说法 就是说他是 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活动 加了这么一句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这个准副总统赖清德 他访问美国 2月2号到2月10号 看了很多人 访问了国务院 国安会 还到了一些这个智库 所以他在2月9号 东部战区发言人就把这个架进去了 而且还突出了一个他的位置 好 这个是中国大陆 最近从1月23号 2月9号 2月10号 这三次 整个出航的方向是从巴士海峡 出去的 到西太平洋 有一次是经过公古水道 在返回 原来的这个 从原来的航程在返回 这个目前 目前的情况 那美国也来了 也很热闹 美国呢 先来的是1月17号 第7舰队的一艘 飞弹巡航舰 是巡洋舰 不是 不是这个 这个 巡防舰 巡洋舰就更大了 现在美国进入台湾海峡的 军舰 它的类型 从驱逐舰 飞弹驱逐舰慢慢的越来越大 到巡洋舰 1月17号 这是第7舰队的 然后2月15号 又来了一次 1月17号那一次是 由北 由南向北 经过台湾海峡 2月15号这一次是 由北向南 穿越台湾海峡 那中间夹了一个 就是2月12号 美国的飞机来了 这个大家看新闻应该有看到 2月12号 美国的MC13栋J 它是个特战用的运输机 到台湾海峡 那同时呢 同时哦 同一天 B-52轰炸机 它没有讲从哪里来 我判断是从 关岛那边飞过来的 一个是在台湾海峡的 一个是在台湾的西部台湾海峡 一个是在台湾的东部B-52 同时进来的 同时进来 这个 你就发现 中国 美国 最近以来 也就是最近这两三年以来 在台海周边的 巡航 中国是演训 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频繁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它是有一个结构性的 结构性的问题 那今天呢 我稍微更简单的来讲 也许听众很关心 就是 这共机 绕台 在台海周边的演训 究竟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我稍微的 稍微简单 简单的先说一下 就是 共机绕台 在台海周边 已经历经了五个阶段了 它第一次 前驻岛链到西太平洋 做远航 就做这个 远海长航训练 是从2015年的 3月30号 是它第一次 之后一直到现在 已经将近 五年时间 将近五年时间 2015年的3月 是第一阶段 是刚刚 刚刚 刚刚出去的 然后一隔年 2016年的 11月25号 就开始了 就开始什么 就开始绕台了 所谓绕台 不是绕的 整个台湾 这个岛的周边 而是 从巴斯海峡 那边 前出到 一岛链的 日本的 在一岛链的 新南岛屿 像宫谷这一带 然后部分的飞机 从宫谷水道 宫谷海峡 飞往东部战区 是这样的一个 更大 外围的一个绕 包括台湾海峡的绕 它是这样 然后2016年的 12月10号 就又来一次 也是 有从巴斯海峡 那边过来的 有从 宫谷海峡 那边过来 然后呢 部分兵力 从宫谷海峡 过来以后 从巴斯海峡 回去 这也是一个绕 所以从2016年 就开始了 就开始有 绕台的行动 你想想看 从宫谷海峡 这个方向过来 是东部战区 回到巴斯海峡 那个方向 是南部战区 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 在军机绕台 这个过程中 背后 从战役的角度来说 是两个战区的联动 因为这个战力 要有衔接嘛 所以2016年 它就开始了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是2018年的 12月18号 就开始有 海空联合操演 那个时候 水上的舰只有一艘 就比较 因为你 你这个 演训的 这个单位越多 你的协调的难度 就越大 所以它那个时候 已经开始 2018年的 12月18号 海空演练 第四个阶段 是2019年的 3月31号 也许听众 就开始有这个印象了 两架歼11战机 越过 台湾海峡中线 对吧 你大概 应该就有听过了 是在 西南方面的 海峡中线 而且停留的时间 相当长 大概要十多分钟 一般它有 越过海峡中线 大概就是一下子 然后又回去 可能会有一些偏离 但是2019年3月31号 那个越过海峡中线 是蓄意的 因为时间很长 很长 大概停留了 有十多分钟 在澎湖西南面的 空域 这个就很明显 就告诉你说 没有中线这一回事 不承认中线 没有中线 顺便再撤一下 我们台湾的 澎湖 这一带的 这个空防的 这个预警的 这个能力 因为我们肯定会有一些的 一些的动作 它可能来收集 这方面的一些电子讯号 然后第五阶段是 2019年4月15号 这一次的海空连沿的 规模比较大 水面舰有五艘 也是从巴士海峡 这个方向上来的 甚至于有传出 轰6K 还模拟 对台湾的南部 跟东南部 进行模拟攻击 所以这历经了 这么多个阶段 而且我发现 在台海周边演训 它的力度 比较大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从 巴士海峡这个方向 潜出到西太平洋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 从宫古海峡过来 因为从宫古海峡过来 马上会碰到日本 日本在宫古岛 这一带 日本西南岛屿这一带 已经加重了 它雷达的 艰针的兵力 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从这边一出来 它马上就遭遇到 日本 背后是美国了 严密的 监控 严密的监视 巴士海峡这一段 相对弱 菲律宾这一部分没有 只有我们 只有我们台湾 所以相对 被征询的这种 力度 强度 没有那么高 它是大部分 都从巴士海峡 这个地方 潜出的 目的是什么呢 我刚刚就讲到了 表面上我们看起来 是 攻击绕台 绕一绕 然后到西太平洋 出岛链 这目的 不是那么单纯 中国现在 的积极防御战略 它的防御战略 是积极防御 战略上是防御的 战役战术上是攻击的 进攻的 现在它的积极防御战略 也从国土 本土防御 走向了外向型的 一个积极防御战略 兵力 适度的 他说是适度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是 非常aggressive的 外溢到 一岛链 南海的外援 甚至于到北印度洋了 目的是为了 兵力能够掌握在 岛链的军事存在 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就是从日本 冲绳 台湾 菲律宾 这是第一岛链 二岛链是 关岛 马里亚那 全岛 这一线 这是属于二岛链 中国是希望能够在 一岛链跟二岛链之间 这个区块 能够有军事存在 这个区块如果存在的话 中国大陆的 东南沿海的 整个战略众生 就往外移了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我简单的说六个字 主美 阻挡美国 防日 防范日本 涉台 威慑台湾 主美 防日 涉台 那你说 齐先生 主美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 怎么叫主美呢 阻挡美国 干预 西太平洋的事物 讲白了就是干预台海事物 那怎么个主法呢 因为我刚刚说了 从2015年3月30号 前出西太平洋 到菲律宾海以来 这么多年 轰6K 中型的战略轰炸机 曾经最远的位置 到达菲律宾海 大概是 它从中国大陆 二线机场飞出来 一直到这个位置 大概将近2000公里 为什么要飞到这个位置 是因为轰6K 轰炸机上面 有装载了空地20 空对地的巡航导弹 这巡航导弹很大 两吨 它的射程是1500公里 1500公里 1500公里 刚好够到关岛 刚好够到这个 美国最重要的 在二岛链的 前沿一个基地 一岛链的重要前沿基地 在冲城 加少纳基地这一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关岛 现在关岛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 因为第一岛链 已经在中国火箭军 这些战术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的 火力覆盖的范围内了 它可以够得到 所以美国的战略中心 一部分从一岛链 移到了关岛 这样看起来 好像是一种退却 其实不是 美国的整个战略中心 是从夏威夷 前推到关岛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所以整个战略中心 是往前移的 只是在最第一线的时候 因为是在 中国火箭军的 火力覆盖范围内 为了安全 向外撤了 但是整体的重心 是往前顶的 这点很重要 这点之后 我们可以从 相关信息 也可以证实 你比如说 美国的舰队 美国的整个亚太 是第七舰队 对不对 它的母港在 横须克只有一艘 航空母舰打击群 就是雷根号 第三舰队呢 因为太平洋舰队有两个 第七舰队是在亚太 在亚太这个地方 第三舰队 它的防区是在 东太平洋跟北太平洋 那你现在可以很明显的 可以发现 第三舰队的船只 已经开始进入了 这个 亚太这个区域了 美国海军希望是能够 第三舰队跟第七舰队的防区 的界限不要划得那么严格 应该是相互协调的 第三舰队的兵力 应该要往前顶 为什么要防范中国 因为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 只有一艘嘛 我刚刚说了 只有一艘 那美 中国现在航空母舰 已经加上国造 已经两艘了 2022年 还会有第三艘 所以美国的雷根号航空母舰 在这地方是吃力的 就开始比较吃力 那第三舰队的航空母舰 有四艘 往这里一顶的话 它的优势就会被凸显出来 这是整个 这个结构性的 是一个大的棋局 是中美两国大战略 博弈的一环 这个博弈 好几个领域都开始 像贸易 贸易战就是第一个 白热化了 但是在军事安全部署上 双方都在 开始怎么样 开始布局 就跟下那个围棋一样 开始布局 美国也开始 中国是逐步的 慢慢的往外推 美国就逐步的 往中国这个方向来顶 在哪里顶 东海 这三个海 一个东海 台海 南海 这三个海是连在一起的 南海就不用说了 最近这个 这几年都陆陆续发生 中国跟美国军舰的对峙 背后 是两个大国的战略博弈 地缘战略的博弈 我刚刚讲到了 中国这一方面 对吧 能够逐美防日 设台 美国也是 美国讲白 就是遏制 中国的病例外溢 跟它的崛起 能够把它堵在最前沿 那是最好 然后 迫使中国 能够屈服 能够随着美国的 这个意识走 这这是两个 大的 这个 大国之间的 的一个较量 布局的 一个开始 但是实际上 美国的布局 更早了 应该说是从 欧巴马时代就开始了 欧巴马时代 欧巴马 那个欧巴马总统的时候 2011年的11月 他有提出 亚太再平衡战略 就已经 有提出来了 然后 2012年6月 美国的国防部长 叫 派达塔 他那时就说了 预计在2020年 美国太平洋 跟大西洋海军的 部署的比例 从5比5 变到6比4 就是美国海军 60%的海军资源 要部署到 太平洋 而目的就是 针对 中国的 然后2014年5月 当时美国国防部长 是黑格 他也强调 要在 亚太地区 增加地面部队的部署 然后60%的空军力量 也能够移到亚太 那个时候还没有提 印太 亚太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从2011年的11月 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 就提出来了 海空兵力 要慢慢的加重在 印太的比例 那今年2020年的1月10号 美国陆军部长 麦卡锡 他也说了 希望在未来两年 能够在印太地区 因为现在已经提出 印太战略了 能够部署两支 多领域作战任务部队 这可不是一般陆军的概念 我们一般陆军的概念 就是在地面 他这个多领域的作战任务 你听多领域 那就不是只是地面作战 而是包括了电子战 网络战 甚至会使用高超音速武器的 这样的一个跨领域的 特殊的一个新型的部队 美国现在正在已经建构 正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明年跟后年 要在印太地区部署 在哪里部署 现在还不能确定 有人讲说 日本几率非常大 南海会不会在菲律宾呢 或周边的海域呢 或是在日本的新南岛屿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 但是就是在印太地区 要部署 而且已经真的有在演习 2018年的环太平衡演习 有超演 2019年的9月 也有超演 叫东方之盾 2019跟日本超演 那你说陆军来做超演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他这个新领域的作战概念 这是美国陆军先提出来的 现在是以路至海啊 就他的整个火力 打击的范围 已经不是仅限于陆地了 他希望在以 他希望他的这个作战 的一个原则就是 以路至海 我虽然我的兵力是在路上 但是我远程打击的火力已经够了 你比如说 他在日本的东南 西南这个岛屿来部署的话 他就能够把公国海峡给封了 你这船过来的话 他火力可以覆盖 那不是就是阻挡了这个 中国的海军处航吗 还有他的防空火力 也可以对空中啊 所以现在美国的路径 也在转型 那这些转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转型 是很明显的 是对应到一个崛起的中国 所以他们现在的 这个美国的部署 一直往前顶 能够在最前沿的地方 能够顶住 那最好 那这样的话 美国就有更大的筹码 所以这就是 台美关系 一直在增强 特别在军事的领域 台美关系的军事领域 比如军售 有在加大 力度有在加大 人员的交往 有在加大 这是美国已经把台湾 放到印太战略里面的 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是在最前沿的环节 对中国来讲是最前沿的 刚好顶住中国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棋盘 现在正在做 正在做 未来呢 当然一定还会有一些的 后陆续的一些的动向出现 如果有新的动向 或相关的报道 我还会在这个节目 向各位听众 来做分享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讲到这里 希望听众朋友们 能够继续 能够收听这个节目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